大家好,我是Den 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 想要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 男超网站、女超网站的定义 这个部分要详细说明的话 可能一两个影片也是说不完的 所以今天只是想让大家稍微的有个概念而已 首先他们原本的意思是 一个网站的男性使用者比较多的话就是男超网站 女性使用者比较多的话就是女超网站 像喜欢KPOP的人都很熟悉的Pantoku 就是典型的女超网站 但是就是因为比较极端的男超女超网站 常常会引发各种男女对立 仇男仇女等不断的引起 几乎是接近犯罪行为的争议 所以现在在韩国网路上 只要提到男超女超 就会联想到负面的形象 极端的女超网站就等于 变支的feminist 盲目支持先知政党 仇男艳男 极端的男超网站就等于 浓厚的父权主义、大男子主义 歧视女性、支持反对党 不过在这里最重要的是 现实上不是男性网友就会喜欢男超网站 也不是女性网友就一定会喜欢女超网站 政治立场就更不用说了 而在前几天 许破旧女和Kimichel在直播的时候 播出了自己的YouTube页面 这时候部分网友们发现到 Kimichel订阅的频道中 有一个叫做KesujakTV的频道 因为这个频道做过 狙击变质的feminist 拥护韩国男生的影片 所以部分网友们就质疑 Kimichel订阅这个频道 就表示自己是艳女仇女的人 非常失望什么什么的 首先这个频道是 在前任总统帕格内时期 因为内部高密执政帕格内政权 而受到很多网友们支持的 前政治人有名所经营的频道 而频道90%的内容 都是有关实施政治 被认为是艳女内容的 狙击变质feminist的影片 也就是两三部而已 那为什么会有人说 这是艳女频道呢 这是跟韩国的政治有关 目前被认为是极端 feminist的人都是支持现在的执政党 而现执政党也是提出了 很多有关女性的法案 大家应该也知道 支持反对党的人 因为观点不同 所以会攻击执政党提出的 各种法案以及各项措施 所以这个频道也常常会说出 反对那些法案的内容 更何况有名所曾经在一支影片里也说过 这个地方的受害者 一开始是自己先为了赚钱而上传的影片 所以是犯罪者等等的内容 因此部分网友们就会认为 这个频道就是艳女频道 不过大家还记得 斯托恩支援 慰安妇被害奶奶们公款的这位议员吗 对 就是那个不死个毒品 这个频道也拍了好多只 狙击这个议员的影片 甚至也募款亲自去交给了奶奶们 先不管他有没有政治因素 将募款而送给奶奶确实是事实 所以对于这些内容 虽然他在影片里有说明 为什么他会这么想 但是光看受害者是X女这个形容 就觉得很傻眼 非常不支持 甚至觉得很恶心 但是有关未安妇奶奶们的这些内容 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谢谢 所以如果我现在订阅这个频道的话 我是艳女的人呢 还是支持奶奶们的人呢 很多人应该都差不多 不是自己订阅的频道的所有内容都会看 都会支持 就像不是订阅TINGQ频道的人 就一定会喜欢我 我说什么就支持什么 而就算是喜欢我的人 支持我的人 也一定会觉得有很多 跟自己观点不同的影片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除非这个频道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偏向一边 或者是这个人订阅的频道 大部分都是偏向一边的内容 要不然真的不能只以一个订阅来判断一个人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他本来就是这种人 一点都不意外 一看就知道是这种人 别的内容是有多好的话 都上传这种内容了 还继续订阅呢 看缩图就有浓厚的一边感觉 竟然还觉得没问题 一边是韩国最歧视女性 贬低是月后等 不管是男女老少 只要是正常人都会非常烟雾的论坛 看这个内容的话 就算10个影片中有9个喜欢 也要因为这一支影片而退订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什么样的眼睛就只能看到什么 根本就不知道 Kimichir是因为这个频道的哪些内容而订阅 就急着攻击 又不知什么邪教 只要跟自己的观点不一样 就盲目的算 他拿着募资的钱去给为安妇奶奶 说话也是非常忠可 所以我也是订阅了 这个人说话是有点粗糙 但是其他内容还是不错的 确实是对Kimichir有好感的人 还是很多不是吗 一个一个都去抵制的话 就会被说是论坛虫 论坛虫就是整天关在论坛世界里 有事没事的看论坛 以为论坛的风向 就是整个社会风向一样的人 Kimichir可能是抽女 也可能不是 但是只用一个订阅就这么带风向 不觉得很好笑吗 对于Kimichir的订阅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被南超网站攻击的Stacy Stacy成员Yung Geun 在直播的时候有位网友留言 我是军人 我一天会看三次Aso 希望能来一次慰问公演 看到留言后 Stacy成员们回答 在军队也喜欢我们啊 我爸爸也是军人 不是疫情的话 我们就能去演唱会什么的 真想公演 但是现在不可以 在Yung说完这句话后 很多不希望Stacy去军队 慰安公演的粉丝们就留言 为什么要让未成年人 去慰安公演呢 不要去 看到这个留言的Yung 用手指比了爱心后说了 不是慰问公演 指的是一般的公演 Don't worry 这句话引发了 部分南超网站极度的不满 首先极端南超网站的留言 真的是太下流了 所以几乎都不能带来 总之他们的意思就是 同年龄段的男生 都被强迫当兵 浪费一年半的时间 只因为是女生也不当兵 来个慰安公演又怎么了 而且军队又不是什么 会吃了你的地方 既然说不是慰安公演 是一般的公演 不要担心 根本就是仇男女团 贬低军人 而女超网站大部分的反应都是 去慰问公演对Stacy没什么好处 成员还有未成年人 而且大部分的军人 都会很肮脏的消费女团 粉丝们当然不希望 自家爱豆去慰问公演 这是南超没事找事而已 其实大家去看直播的话 因为很多粉丝们 用担心的语气留言 所以Yung才会为了安抚粉丝们 说了Don't worry那句话 我自己是真的不知道 哪里有问题 哪里有什么仇男贬低军人 况且Yung还说了 自己父亲也是军人 最近在韩国网路上 男女对立问题 真的是非常严重了 像最近的首饰正义也是那样 只要稍微有点什么 就会互相攻击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在华语圈各个地区的网上 男女对立也是很严重吗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木呀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我可能说